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和大家講一講 現在有少少消息就知道 那個在昨晚襲擊我們香港警察 用自殺式襲擊的恐怖份子到底有甚麼背景 有少少的資訊可以告訴大家 而同一時間就說原來昨晚黑暴吹奸 叫人家帶刀進銅鑼灣 是誓要有人犧牲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還有甚麼最新的資訊可以和大家分享 稍後也會和大家講一講 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講就是何韻詩 何韻詩暴動的證據 還有影片全部曝光 為甚麼會有這些絕密影片曝光呢 有些是絕密 有些不是絕密 有幾個鏡頭 其實在香港是沒有流出過的 為甚麼有這些事情發生呢 文傑就詩疑了 這壇事會不會就是 因為他和他的黑暴金主反了面呢 整件事到底是怎樣 稍後就會和大家講一講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想說回昨晚那件事 昨晚有一個黑暴 走了去用一個自殺式的襲擊 襲擊我們的香港警察 首先說黑暴的背景 連登仔把黑暴的背景畫出來 就說這個黑暴是姓梁的 他是50歲的一個男子 50歲男子 我看新聞還未寫他究竟是姓甚麼 甚麼人 暫時錄那一刻未有 但連登仔已經起了他部分的消息 整件事就是10點多 有一批警員在Sogo對開東角道 和紀利座字街 弄了封鎖線 到10點尾的時間 差不多 一名在執勤的PTU 突然被一個男子用刀襲擊 左肩膀就中多 究竟是哪一度 有人說肩膀 有人說手臂 其實 看到我們這件衣服嗎? 這件衣服的肩膀位 正常的肩膀位 這是肩膀位 偏向裏面多一點 就是肩膀位 就是很近手臂的一個地方 這個位置是很痛的 如果警員閃避不及的話 後果是不堪設上 當然 那個警員當時就是中了刀 然後兇徒馬上逃走 他首先把刀掉在地上 然後就是撿回那把刀 然後我們一些警察同事 就是按住了手槍 亦都是指著施叠者 就是叫他不要再去持有武器 然後也有警員 就是拔了一些槍戒鼻 以及胡椒噴霧 指向著這個兇徒 然後這個兇徒突然之間 就是動了兩動之後 就突然之間 用刀去刺去自己的胸口位置 然後就噴出大量的 嗯? 然後就是 就是立刻跪下 然後就躺下了 兩個人也都是隨即 就已經是被送往醫院了 這個事件呢 警方就說 嚴厲譴責 類似的事件 是傷害他人生命的暴力行為 必定會追究到底 我就在想 既然林鄭月娥 你都已經回到香港了 我亦都看了你跟記者所說的事 我認為你應該要加快立法23條 一定要加快立法23條 否則的話其實對於我們的警察同事 執法人員 我們的從政者 我們的大眾市民 是沒有一個的保障 當然有不代表一定有保障 但沒有的話一定沒有保障 所以希望我們特首林鄭月娥可以聽到大眾的聲音 並且這次他的行動可以定性為一個恐怖襲擊 我認為應該甚至乎特首要自己說 這些是恐怖份子來的 這些孤狼的襲擊根本是恐怖襲擊 同一時間 文傑在各方面不同的消息 收到一些消息 原來在昨天的時間 昨天直播文傑也說了 原來有很多人戴軍刀 戴一些可以摺疊到卡片那麼大的戒刀等等 就是戴出街 原來是有黑暴吹街 叫人家戴戴戴不同的武器 這些刀狀的物品就出街了 我懷疑就是想要先混淆視聽 第二就是他們很希望在這次的事件 應該是想要有人犧牲 而這次有一個50歲姓梁的男子 就做了這件事的行為 而同一時間在這些事情發生了之後 有些人就非常非常之刻心 這個人就是文傑在早前直播的時候 所說的黃雨喬 他說什麼呢 他居然是多謝這個兇徒 他就說用了這個兇徒 用了他的命和世界宣告 這件事是 7月1日是一個偶心的假象 7月1日是我們的華誕 又是我們的回歸的慶典 他就說很難想像一刀插入的勇氣和決心 你這麼佩服 佩服什麼呢 你這麼佩服 你覺得這麼英勇的話 你就自己來一瓦 這個黃雨喬 就是劉詠康的女朋友 就是網絡電子雞 他在電子裡 Patreon 他是Patreon的指標 他在裡面賣淫照 在裡面賣這些三點進路的相片 然後黃雨喬還說 跟他們的黃人說 大庭廣眾插完人之後自插 他們所謂異事 即是他們的手足 有死的覺悟 現在這一刻還有人肯做前線的犧牲 肯做痴線佬 他就說油沖的敬佩 那你就去做吧 你去做吧 你犧牲吧 你自己試試對自己的東西 你不要這樣說 這些是煽動的言論 煽動別人去做犧牲 所謂的犧牲 煽動別人的襲擊 這些是煽動的罪行 麻煩大家一起去舉報他們 一定要舉報這個黃雨喬 這個事件除了黃雨喬之外 其實連登那裡有很多不同的言論 有些言論是說 稱讚賞這個兇徒有高尚情操 我操你 操什麼高尚情操 有什麼操法 什麼叫高尚情操 這個字 知不知道怎麼用的 我真的操你的頭 有人在連登那裡留言 說真烈士 說他是烈士 說他名誰千古 你瘋善 惠秋萬年 這個姓梁的人 又說他很勇敢 也說要在香港 現外的地方 立個碑給他 有鬼用嗎 你知道碑是要什麼的嗎 你連他什麼都沒有 你就弄個名字給他 你不要在別的地方立 你覺得他犧牲那麼多 你直接立在你自己家 你在自己家裡 刻上他的名號 那張牆 就算了 行不行 有很多連登仔的留言 非常非常之多 暫時來到文潔 第六的一刻 有25頁的留言 是瘋善 這班人是真是瘋善 這壇事到底還有什麼進度 文藝會和大家繼續跟進下去 我現在想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何韻詩 何韻詩我懷疑 他和他的黑暴金主 我不知道是黑暴 我說錯了 我說錯了對不起 跟金主 可能是反了面 第一件事就是立場新聞 他被人踢出局 就不在董事會裏面 沒得再收良知了 612又很久不見了 何韻詩蒲頭 有機會他都沒有了 612的位置 為什麼會沒有那麼多位置呢 我懷疑是真是他和金主反了面 而一個更加大的反了面的證據 是什麼證據呢 就是何韻詩一些暴動證據 以及在暴動場面裏面所做事等等的事情 居然有一些暴動場面 譬如佔中 被人抬走等等 唱歌的場面 基本上都已經在很久以前已經見過了 但是有沒有見過 何韻詩他 戴了豬嘴 立了駕山 然後就在暴動的那群暴徒的入面中間 有沒有見過呢 沒有見過 這些相片 大家知道 這些全部都是絕密的相片 這些相片其實在哪裏出來的呢 就是在一個叫做NHK的地方出來的 這個NHK就是日本放送協會 這個日本放送協會又稱為日本廣播協會 是日本的公共媒體機構來的 在1925年的時間已經成立了 又有電台的廣播 亦有電視的廣播 其實是等於我們的香港電台那樣 不過他就是真真正正幫日本政府做事 就不是好像我們的香港電台那樣 好像昨天那樣 只是懂得拍攝警員 就沒有拍過暴徒 真是有待改善 OK 相信會繼續結束了 禮拜全都結束了很辛苦 那加油吧 OK 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就是這個何韻詩就有很多的罪證 就是被日本的放送協會 全部都結束了下來 那怎麼辦呢 沒得算的了 完全是沒得算的了 所以我就懷疑這個 這個何韻詩是真是得罪了很多的禁注 和他們反送協會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罪證呢 第一件事大家要知道 當時在很久以前 我已經聽過 他們一定要被記者拍到照 或者他們要拍到照 例如好像是鍾翰林一樣 基本上他們被人罵 說你去暴動的現場的邊皮 拍完照就走人了 那為什麼他要拍照然後走人呢 他要拍照證明自己有參與過 有些黑暴就說 怎樣可以拿錢 就是拍了照證明自己有參與過 然後就去拿錢了 所以何韻詩就有些影片和相片曝光了 帶了豬嘴 拿了架傘 對正著我們的一些 在黑暴圈裡面 對正著我們一些警員警察 這些影片都可以曝光 裡面還有些什麼呢 就是說日本的一個 香港的留學生 在日本搞港獨的情況 而這些情況 說真的 這個日本留學生 應該是回不了香港 如果這段影片 大家可以幫忙一起舉報的話 可能何韻詩也有機會出事 行不行 當然日本的留學生應該沒辦法再回香港 裡面的內容是圍繞著 稍後會給大家看的 圍繞著何韻詩去搞這個暴動 跟他做一個特輯 所以我剛才說過 因為他們要拿錢 有些黑暴也承認了 在各方面的途徑 大家可能也聽過 拿錢 所以為了要這些良知 他們就不惜為人拍片 以及不惜自己留下證據 甚至把證據發放開 而日本放送協會 為何韻詩做一個暴徒的特輯 如果大家一起舉報的話 我相信有機會把證據拉到 甚至乎承之於法 而這段影片比較長一點 我們已經是剪輯過來了 有七分鐘那麼長的 我們在影片完結之前 我們將這段影片放給大家 大家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記得大家 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文潔、紳士時代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立即去片 看看日本放送協會 送了什麼禮物給何韻詩 去片 Po is one of the Hong Kong's most famous pop stars She's also a democracy activist A new documentary about her won't be screened in the territory But it is being shown here in Japan NHK Wars Sekiya Satoshi looks at how the singer inspires young Hong Kongers abroad to stand up in the name of freedom Denise Ho is a household name in Hong Kong The singer has had a string of hits with songs about love and social issues Po is a household name in Hong Kong The singer has had a string of hits with songs about love and social issues The turning point for hope came in 2014 with the umbrella movement Tousands of mostly young people rallied against Chinese repression Joying the demand for democracy Ho sacrificed significant popularity and sales in mainland China Again in 2019 Ho stood on the front line in mass protest Ho has become an icon for Hong Kongers who want freedom 只要你做了一件事出來 其實你身邊的每一個人 都會感受得到 而可能在你身邊的其中一個人 他都會因爲你的一個動作 而他決定去做他的動作 The power of the film is inspiring people abroad Hokahin came to Japan from Hong Kong 3 years ago He enrolled at a university in Tokyo He says he has wrong recognized Denise Ho as a symbol of protest and was moved by the single story It reminded me of everything that has happened and really encouraged me The student started speaking up for Hong Kong's freedom in 2019 After witnessing from Japan the mass rallies in his homeland 日本の皆さん 本当に我々に力を貸して欲しいです A flag he owns bears slogans That could see him locked up at home The law in Hong Kong now targets actions overseas But Ho doesn't hide his face or name In Japan he can speak freely And he's determined to keep fighting 警察とかまっすぐ If this was Hong Kong The police would come and arrest me Right now raising this flag is the only thing Hong Kong as abroad can do As China tightened its grip on Hong Kong People find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say what they think Is it on the internet Is it on the internet You do think it's fine You think it's fine On the internet You think he's still alive You can sign up on Facebook You'll see a lot There's a lot of awareness In the internet You know In the internet You know You know He's still alive However All his efforts In Japan Are not going as well as he'd hoped He shares information In Japanese On Twitter but his following is not increasing. The biggest challenge for our activism in Japan is that it's about something happening abroad. People here don't relate to it very well, but attracting public attention is the only way to help Hong Kong. To spread the word, He and some fellow activists held a study meeting at the university in Tokyo. One of the Japanese participants suggested idea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may be different between Japan and Hong Kong. I feel that for us Japanese, Democracy was something that was rather given. We didn't win it on our own. But on the other hand, Activists in Hong Kong are fighting to acquire it. We didn't appreciate our freedoms and rights until they were taken away. Unless we protect democracy, Everything can change instantly. None of us should forget this. With no sign of China loosening its grip, Hokakhin feels discouraged. But he says, He draws strength from the songs of Dennis Hope. ,- aula looks at the far なんです On criminal Democracy I want to do what's right and to have no regrets I'm not doing anything as great as Denise but I'll keep up my fight doing whatever I can as Hong Kongers struggle for freedom one singer's words encouraged them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Sekiya Satoshi NHK World in the documentary Denise Ho says she believes humanity always wins in the long run be patient she says and do what you can in the present